在国家统地区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系的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清楚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 相当 在东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终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生入学 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 相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同样面对这一纸通知 有些家庭不但高兴不起来 还要承受着常人难以体会的内心煎熬 原因就是贫困 重庆西部的一些乡村 虽然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但是与城市相比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高考录取通知书 对这里的一些考生和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重庆岐江区赶水镇丰门村的这片大山里 一个18岁女孩的命运成了每个村民关注的话题 那就是当地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里 这个名叫赵丽梅的女孩竟然破天荒的考取了重庆重点本科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村民们最担心的是这个好不容易读出来的穷孩子 究竟是能够顺利的走进大学校门呢 还是会因为没钱辍学只能选择打工 那么这个家庭到底有多贫困 赵丽梅是否能够顺利的筹集到大学的费用呢 在这个家庭里记者并没有见到赵丽梅 她68岁的父亲说 她不想让孩子读大学 想让她打工去赚钱 我说没法的 我说只要和他不都去打工 我说现在 你让女儿不读大学了 你跟她说过吗 读大学我都跟她探过了 我又没得钱 我说我能够做 她是一定要读 她也得她死得想多 她要反向不得 她靠近她要想多 赵新贵其实并不想断送女儿的钱 可是这个家实在太穷了 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记者看到 这样一个住了几十年的土房子 赵新贵和女儿只占其中上下两间 底层的客厅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 座椅都是几十年前置办的 连水桶也是涂料桶改装的 客厅的一角 矗立着几十年前搭建的土造 家里最值钱的只能算是这头二百斤左右 能够卖一千六七百元的猪了 对这个家庭来说 零花钱主要靠鸡蛋来解决 年近七十的赵新贵 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到政府发放的八十多元低保钱 但赵新贵得了费病 每个月药费就得七十多 他们家的银行存折上也只剩下七元四分钱 赵新贵说 如果赵立梅要读大学的话 一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吃饭穿衣和日常的花销 至少要一万多元 这些费用对已经六十八岁的他来说 真的难以承担 更何况如果赵立梅读了大学 那么家里的农田种植 打猪草养猪喂鸡种菜这些活 都将落到赵新贵的头上 这对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是难以想象的 十多后 后来他只要做到四岁 他多出来 他说你不要担心我 他说 他说我两个女儿做不定位 我好好的小养女 小养女 他说我也 我也 你这都忘不了女 他说 你帮我捡了福尔大哥 他说 家庭的贫困 女儿的愿望 让赵新贵非常纠结 他也告诉记者 赵立梅并不是他亲生的女儿 而是他捡来的 他说 擦山掉脚脚 他听到一个话 叫他生气 你说叫他好大身家 因为好大身家 苦难 他一人都走不住了 管他抱起算 就把他扶养当 18年前 当时50岁逃不起老婆的赵新贵 捡回了这个泥 就和他相遇 这个女孩 也不断让赵新贵感到惊讶 仅仅靠着四袋奶粉 赵立梅就度过了婴儿时期 上学后 赵立梅从小到大 不断获得班级和学校的各种奖状 同时也代表学校 参加重庆市 甚至全国的各种比赛 并获得荣誉 女儿的优秀表现 也让养父赵新贵感到压力 成绩都好啊 让他多奖状 我心里想 女儿考起大学 我拿了钱 就我把他费用 我说 我说万一要考起了 再打嘴 我说 但赵新贵最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凭着优异的成绩 赵立梅轻松地考取了重庆 医科大学 这个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 天大喜讯 也给赵新贵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靠他们家的收入 要交起每年几千元的学费 以及未来四年几万元的生活费 几乎没有可能 无奈之下 从未走出大山 只有十八岁的赵立梅 已经跑到重庆 想办法找钱去了 张勇是重庆 其将最大一所中学 东西中学的校长 张勇告诉记者 因为贫困 在当地上不起大学的家庭 还有很多 高中这个办法的学生 有一千二百人 但是真正非常非常困难的 还是在百分之一死 到一死五十年 一死还是比较大 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张勇也给记者介绍了 当地东西镇上书村的一户 典型的贫困大学生 他叫罗世宏 两岁时他的父母离婚 父亲又在一起事故中 断了三根肋骨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而在以后的日子里 为了照顾罗世宏的生活 父亲不能外出打工 只能在附近打打零工 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元 这些钱又要养家 又要供女儿读书 实在难以维持 因此不得不靠 他的两个没有结婚的兄弟资助 才能维持女儿读书 而在当地 三个男人供一个女娃娃读书 早就成了查前饭后的话题 这些都是找白蚂蚁找过来 白蚂蚁找到外面看 就好像没得到那样的 其实里面已经空了 空不得很 现在都有白蚂蚁地下边 然后我希望瓦片一吊液吹风的话 都正快正快吊开 你现在住在哪里 现在住在哪里 这是谁的房子呢 要吧 三把呢 他们有长年在外面打工嘛 要不然再转练一趟 所以我们都做年轎 把它修上来一下就可以做了 这是你的房子吗 这是我们老婆呢 我藏在里面呢 看一下 我们三把经厂专业 他帮他打工 大专业的工 帮床卖的了 他已经高中嘛 太高兴了 就这这个 这热不热 我看空调也没有 空调啊 晚上家下班也都不热了 破败的房屋没钱修缮 只能寄居在叔叔的家里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房子 狭窄的破道就是他们的厨房 家中只有这样简陋的家具 父亲永远穿着这样模特的胶鞋 甚至重庆爆热的天气中 也根本买不起空调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罗世红 也考取了新疆十盒子大学 为了筹集学费 父亲三兄弟都绞尽脑汁 在到处找钱 这个我跟老后来我都算过来 反正 那么那些假期里 大概要有万多 也进学校的话 我们外公的给他两千 然后 剩下要把三百二十 给他点 那这个缺口你想怎么办呢 到时候再说 都也不看一步跟他一起 有哪办法 罗世红告诉记者 父亲为自己读书和家庭生活 花光了所有的钱 叔叔们日子也过得并不容易 因此 加上外公给的两千元 到目前只有三千多元 但这些钱甚至连学费都不够 为钱发愁的罗世红 也曾尝试利用高考后的时间 打工赚钱 交学费 虽然钱还没有筹到 但罗世红已经开始整理行李 新疆石盒子大冬天 温度经常在零下十几二十度 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四十度 但在他的行李中 记者也没有发现 比较厚的衣服 在罗世红的行李中 记者还发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 罗世红说 这是三爸在他考取大学后新买的 但就是这台电脑 让一向坚强的罗世红 感到无比的心酸 很早就想到这台电脑 很早就想到有一个自己的电脑 然后这会儿思考了之后 收到通知了之后 三爸晓得了 咱们都给我买了一个 我高兴是从来单身啊 看到他拿钱的时候 本身他保护头 帮他帮电脑的钱付了之后 我都看到身在不毒了 我觉得很心酸 每次看到这台电脑 罗世红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家庭的爱 但让他内疚的是 这台电脑几乎花光了三爸的积蓄 他很担心三爸未来的生活 你不散开就这样行 二公五万天都要散开 那咱还换得过一天了吧 这个不散开不行 造车 工具体还把他打掉 建展 早十几天 现在转的 也很远都没找得到 造车的铁本 大概一六月挣多少钱 受伤多少钱 好 这个工人的盐钱九千 六千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除去生活费啊 然后吃住啊 大概能落下来多少钱 你哪个除开的 什么都要 三十千块钱 采访时 罗世红也告诉记者 父亲三兄弟 由于没有文化收入有限 再加上穷人的家庭 总是显得生活开销很大 家里的钱也缺乏规划 因此 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学习 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那你们现在全家的 然后这个 你们三兄弟的积蓄 现在有多少 没对 还好 他也没 他有积蓄哦 都现在 要不然 我们经常都在 面前去 他要挖 赵丽梅 能够考上大学 除了自己努力学习外 也得益于他年迈的养父 对他的关爱和支持 但是眼下的困难 已经不是这位 六十八岁的农村老人 想努力就能解决的 同样 罗世红家的贫困 也正在威胁着 他的大学之路 因为这笔学费的数额 已经超出了 他爸爸兄弟三人的 能力限度 同样的贫困 不同的状况 他们该如何努力 才能实现 心中的大学梦呢 在重庆 骑江的赶水镇 丰门村 记者虽然一直 没有见到赵丽梅 但他的邻居 和前来找他的同学 都告诉记者 这个被人抛弃后 领养的女孩 虽然十八年来 从没有过过好日子 但他也从未 向命运低头 很坚强 就是 也很节约 打猪草啊 扫地啊 什么都做 有时候还帮我们做 他比较破钱 想要当大 用一个三道街 家里面的这种条件 他想要只 说早点挣钱啊 然后早点 就可以养家 为了见到 这个贫困家庭 考出来的大学生 记者也赶到了 重庆市 在一家咖啡馆里 找到了他 你好 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 请来 你好 欢迎光临 在这家咖啡厅 赵丽梅负责迎宾 将客人引导到座位上 端送饮料 以及台面的清理 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一千三百元 这也是他到重庆后 唯一能找到的工作 进来这个地方 就不想 就不想再出去 我觉得挺高档的 家里面泡茶 这个就是 茶叶放在里面 然后就 倒水啊 而且不会 不会到地里倒水的 然后在这种地方的话 喝茶 他会把地里倒 泡的 那个倒冷 天气 从庆本来就是很热 然后里面也挺凉快的 然后一踏出这个地方 就外面就很热 像 像那些装修里面的 那些椅子啊 这些我觉得都很好 有一种 新电视的感觉 虽然咖啡厅的环境 让第一次走出大山的赵丽梅 感受到了 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 但赵丽梅也非常清楚 不读书 可能自己永远 就只能做个服务员 也曾经也想过 放弃 但是当我听到 我自己录取的那一条 我还是不想 因为我觉得 已经努力了这么多年 都已经考上了 我还是比较想继续走下去 每一个人嘛 他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事情 可能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活念 但是打那个工 对我来说 可能更坚定的 我要上学的那种想法 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 去过我的生活 一直做这样的工作 也不是我想的 赵丽梅说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高考一结束 他就跑到了重庆打工 一方面是要赚钱补贴家用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为考上大学后的学费做准备 在他考取重庆一科大学后 由于一直忙着打工赚学费 老师几次通知他 去取录取通知书 他一直都没去 他知道 赚不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 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就只能是一张纸而已 我过在上班 白天都接不到电话 有时候又是上班 而且我现在因为在上班 没有回去 我每次去看 好 谢谢 一个18岁从未走出大山的小姑娘 在陌生的大城市里 举目无亲 独自奋斗 眼看开学只有十多天了 但自己的学费 只有打工赚来的两千多元 赵丽梅感到心里憔悴 而每到沮丧的 无以复加的时候 他都告诫自己 要像养父当年 把自己从山脚下 捡回来养大一样 拥有克服人生困难的 勇气和毅力 有时候我觉得挺不公平的 但是就觉得 怎么有的人 能够生在那么好的家庭 然后但是 怎么说呢 到现在 到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想法了 就是觉得 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真的 因为我爸爸对我太好 然后才三个月 你就把我抱起来 比如说那时候 你已经很帅的 我们帮我带到现在 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你这要的时候 我真的 真的觉得 好好幸福 能够遇到你 为了自己的大学梦 赵丽梅只能在不断 回忆父亲的亲情中 获得拼搏的力量 但事实上 勇气和钱并不能直接划等号 因此 他一方面勤奋的打工 另一方面 也在绞尽脑汁的想 如何在十多天的时间里 至少找到四五千 只有这样才能基本凑够学费 就在赵丽梅 在城市中 孤独的拼搏的时候 一百公里外的 罗世宏 也在家里 为学费发愁 八月十五号 再去学习 嗯 这没几天啊 没几天啊 还有十天 整个里的学费超多啊 学费 哎 一开学还有十天 学费还没有着落 打工赚钱也来不及 罗世宏想 实在不行 只能去申请住学贷款了 既然事情已经如此 他反而觉得 在家里的这段日子 享受亲情最重要 于是 他打来一盆清水 为腿部砸伤 三个月都不能工作的三把 清洗腿部 想到未来几个月 都没有收入来源的三把 拿出了几乎全部的积蓄 为自己买了电脑 他就觉得心里无比内疚 你吃什么 对 鸡肉拉伤 你看嘛 中间的 烈子油跟烈子油 那个油都喷了 那时候死一口 痛吗 这个喷你 那个喷我 李克强总理 在2012年赴湖南农村考察工作时 曾经饱汉深情的说 一定要做到 不使一名考上大学的学生 因为家庭贫困 而上不起大学 可以说 让贫困的学生 也能顺利的上大学 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 重庆这两位高考生的命运 能不能有转机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赵丽梅和罗世红 正在经历着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不安 其实他们不知道 在自己为凑不够学费而交集的时候 我们社会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 以及企业 也在关注像他们一样的家庭 比较困难的高考生的上学问题 来看记者接下来的报道 8月6号一早 罗世红的老师校长 重庆市岐江区东西镇人大主席 以及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总市长 沿着山路来到罗世红的家 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落实当地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 以及向他们献爱心 我带着我过的一个小弟信仰 就是这个八千块钱 带着我过的信仰 希望好你学习 要预求让他们能够上学 上了几书 给予设断的资助 感谢 感谢让人 这次政府学校体业三方捐献 罗世红一共收到了一万四千元 这笔钱不仅可以交完学费 同时冬天遇寒的衣服 也有了着落 太突然了 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这种关心 那边走出了今天感觉 感谢他们 因为没他们 我的孩子上大学的很困难 我的孩子交不去 采访中 重庆市岐江区东西镇人大主席 孙安华也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当地贫困大学生的入学难题 三年前 东西镇就为这一特殊的群体 打造了圆梦计划 三年来共投入35万元 对94名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资助 而岐江区最大的中学 东西中学校长张勇也告诉记者 针对寒门学子 他们不仅制定了贫困大学生的资质制度 同时对读高中的贫困学生 也建立了辅助的台帐制度 咱们学的学生3000人 一个人一当三年 三年一个周期 你老师要把肌肤 你的学生家庭要走完 这样把累计学生贫困 累计学生这个家庭很具体 学会一个台帐 然后按照这个台帐 基本一个月要解决 在重庆期间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被调动了起来 记者注意到 首次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民营企业家 蒋正六 第一次捐资助学 就被这种受人玫瑰 手有余香的感觉打动了 他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资助罗世红 我能够帮助他 我的心里面就很快乐 这样的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 多了数出来 是不是 我们国家嘛 也做一点贡献 是不是这样的 他也能够赚来钱 也能够帮助别人 一样的帮助别人嘛 这样的 我们社会的这样的 互相帮助的话 社会肯定就比较发达了 这样的更团结了 更强的团结了一家人了 这样的 细讯还在继续 8月7号 记者得知 重庆岐江区 赶水镇人大主席 王永宁 也专程赶到重庆 找到了正在为 学费发愁的 贫困大学生赵丽梅 岐江大体名领 英权公司的董事长 王永宁 就这里的建筑 这是政机关岸部 赶水镇 都是政机关岸部 这个和工作人员 就是大家严重起来 是集中起来的 这次赵丽梅 一共收到7000元的捐助 王永宁也告诉赵丽梅 重庆市还有一个 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 名为希望续航的 专款资助 目前手续正在办理中 也就是说 不久 他还会再收到一笔资助 而身在异乡 独自挑战命运的赵丽梅 面对接踵而来的好消息 也激动的哭了 在多方的资助下 大学梦尽在咫尺 大学校园就在不远处 而此时 他也对着摄像机镜头 对远在一百公里外 大山里的养父 说下了这样的话 爸爸 其实我知道 我学医 一开始你不同意的 你对学有拼见 然后你觉得 你觉得学医 出来肯定不好 其实一开始我学医 那是 有一方面是为了你 其实在高山的时候 你问过我 你问过我学医 过几年 那时候我跟你说读四年 你就说好长 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年纪大了 对于四年来的时候 真的很长 我也很想在你身边 但是 但是我真的希望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大学出来 能够有好的前途 能够消敬你 看到这些孩子 为上学而努力 为改变命运而努力 不抱怨不气馁 始终自强自立的奋斗 我的心也充满了感动 在他们努力 与现实困境抗争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也在通过各种途径 来给他们助力 重庆市教委 前不久刚刚公布 今年将继续 对高考考入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的 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给予一次性补助 用于从家庭所在地 到被录取院校之间的交通费 以及入学或短期生活费 资助的总金额是 387万元人民币 此外 大学新生入校后的资助政策体系 还包括国家奖助学金 助学贷款 勤工减学 学费节年等多助形式 这些形式呢 既体现了社会对这些学生的关爱 更是他们自食其力 奋发勇为的成长动力 希望他们的大学经历 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加油 同学们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办小时 就是这些内容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